好 這一節我們來看一個非常重要的小工具 這個小工具就是透過電子郵件來關注這個網站 也就是說訂閱電子報的意思 把你的email填進去之後 然後在底下按關注 那之後只要這個blog有新增文章的時候 你就會自動發一封email到這個訂閱用戶的email裡面去 那收到的email長什麼樣子我們來看一下 他寄出來的信件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這個是網站的名稱 然後他的寄件人也是用網站的名稱當成他的寄件人 但是他的寄件的email並不是你自己的email 而是他自己本身的email 因為這是免費的電子報 所以你不需要去管寄件人是誰 那寄件人是由他們Wordpress系統公司自己寄出來的寄件人 可是他的這個名稱他會用你的名稱 就是你的網站的名稱 像我的這個 劉奶爸的網路創業私密日記 這邊有寫劉奶爸的網路創業私密日記 所以他發過來的信件就是 以這個寄件人的名稱就是 以這個blog的名稱 網站名稱為主 然後底下的這一行 這個第一行就是那篇文章的主旨 所以如果你點擊這個名稱的話 他會連結到網站首頁去 就是網站首頁去 然後如果你點擊這個blog的名稱的話 你點擊之後呢 他會直接跳到這一篇blog的文章裡面去 等於是直接跳到內頁了啦 這樣了解吧 然後第一行這邊有一個文字 這一串文字是這一篇文章的摘要文字 這篇文章摘要文字就是這個 有沒有 摘要文字 所以他幫你發出去的電子報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底下有寫說 你已經訂閱了這個email 然後如果要停止的話 你可以按這個退訂 onsubscribe now 你可以退訂 所以他發出去的email 如果那個收件人啊 他不喜歡 他也可以去自己去退訂 所以他就符合了這個 一般電子報的這個規定 那這是免費版的電子報的功能 那如果是付費版的 譬如說你付商業版 一年大概9000多塊台幣的商業版的話 你收到的電子報長的不只有這個樣子 他是直接把電子報 他是直接把那個blog裡面的內容 含圖片全部完整的秀出來 在你的email裡面 是這樣子的 完全秀在裡面 這是有付費版的商業商務版的 opress.com付費商務版的 他的email的內容 就不只是摘要而已 他連那個內文都在裡面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怎麼樣去新增這樣子的一個 電子報的介面小工具 來 我們到後台來 我們到後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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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